我学五年级的时候 我其实跟其他的很多的男生都一样 也非常的调皮捣蛋 拉帮接派 然后呢有一天 在我一个人独自回家的路上 我们的另外一伙的小伙伴 就在中途埋伏我 他们就欺负我 然后就把我推倒在了阴沟里 当然我们现在来想 这些都是年少无知的小伙伴的 一些捣蛋的难忘的一个小的回忆而已 但是我想我从自己 从现在回想这样的一个故事来看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我们自己是一个生而不同的人 不管我们自己在任何的一个社会的阶段 在任何的一个社会的环境里 包括今天我站在这里 我跟各位都是不一样的 我身上就贴着这样的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就是 我是一名罕见病的患者 我的个子很小 我所患有的这一个罕见的疾病 叫甲性软骨发育不前症 它主要就是影响我的身高 目前全人类已知的罕见疾病 已经有近七千种 那在这些众多的罕见疾病当中 有50%的罕见疾病 是儿童期发病的 80%的罕见疾病 是由于基因的缺陷所造成的 具有遗产性 那比如像我这样的疾病 那罕见疾病在每一个国家的 发病率和定义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全球平均的发病率的预值 差在在万分之四 罕见疾病的群体 所面临的更为严峻的一个挑战 就是有95%的罕见疾病 目前是没有治疗方法的 感谢疾病